這入口即化的丹龜鴨 以及岐山風味的香蕉蛋捲 還有甜而不膩的香蕉蛋糕 以及傳承八十年好滋味的 楊桃杏仁鹿 真的是清爽又可口喔 哈囉各位小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你的好朋友阿德 阿德今天呢要帶各位來到高雄 岐山老金一日遊 到底有什麼好吃的美食漂亮的景點呢 在影片開始之前請先訂閱阿德帶你去的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喔 阿德帶你去影片開始 那說到岐山這個地方你會想到什麼呢 沒錯香蕉香蕉香蕉就是香蕉 它這邊盛產香蕉 沿途當中呢你會看到很多香蕉製品 香蕉餅香蕉蛋捲香蕉蛋糕香蕉一大堆 通通都是香蕉的東西 那我們今天呢就挑幾家好吃的美食 來跟各位做分享喔 首先我們要吃的這個是當歸鴨肉 這家是火車頭的當歸鴨 好香喔 那個當歸的味道很濃 很適合東進去 啊 那個屎 很嫩 很好吃 我很討厭鴨肉很柴 但是看這家是嫩的 因為真的煮得太嫩了 我剛還一度懷疑是雞肉 還停下來問媽媽 他們家的很好吃耶 就是入口即化的那個肉綿綿的 你稍微用舌頭去頂一頂 那個肉就整個化開了 而且它的肉裡面呢 完完全全有那個當歸的味道 整個吸到肉裡面真的很好吃 你咬肉的每一口都有那個湯汁的味道 非常的香 媽媽妳覺得好吃嗎 超級好吃的 它的肉很嫩 而且它的湯口又很鮮甜 哇媽媽都吃光光了 那姊姊覺得怎麼樣啊 好吃啊 因為我本身都愛喝湯 我對它的湯很好喝 在我們吃完這家火車頭當歸鴨之後呢 翻個面向它的正對面有一個三哥臭豆腐 也是非常的好吃的 而且已經有60多年的歷史了 現在大家來吃吃看它的臭豆腐囉 外酥內嫩 然後它的醬汁裡面其實有加了一點點蒜 你不會覺得說太辣 然後味道不會搶一下豆腐本身 然後搭配它那個醃製過的泡菜啊 整個非常的爽口 越吃越好吃 而且很開胃 因為下次吃一團這個真的是整個會胃口大開 蠻不錯的 又失眠就好便 真不是浪的 蜜蜜糖 我很喜歡它的蒜蓉醬啊 真的很好吃 因為蒜頭味太重的話會太辣了 它這個是真的是 恰到飽醋 耶 買到了極美的香蕉蛋糕了 他們家的香蕉蛋糕 比較有名的是這種切片的 然後裡面有加香蕉 然後這樣一片呢是35塊 香蕉的味道很香耶 然後不會太甜 那你看得到這中間啊 都有在一點一點黑黑的這個啊 這是香蕉的纖維吧 好好吃喔 還是吃螞蟻啊 你才全家都螞蟻 總之還蠻不錯的 不會太甜 推薦給喜歡養生一點的人 然後香蕉的味道很濃 然後香蕉的甜味也會慢慢散出來 還不錯喔 然後他們店內其實還有出一些 比較特別新款的香蕉形狀的蛋糕 很適合拿來當伴手禮喔 但是因為那個需要冷藏 那我們等一下還要吃很多東西 我們今天就不買那個了 媽覺得好吃嗎 不錯喔 很Q彈 阿姊姊覺得怎麼樣 香蕉味道好濃喔 我也覺得香蕉味道很濃耶 還蠻香的 我是覺得他們家的蛋糕啊 質地比較粗一點 它比較不像那種很細很細的那種海綿蛋糕 它是中間空洞比較大的那一種 但是不是硬的喔 一樣是鬆軟的那一種 那中間其實你會吃得到一點點香蕉的米 香蕉肉在裡面 蠻好吃的 香蕉蛋捲 來這邊必買的伴手禮 所以我們現在馬上來給它吃吃看喔 它現在一盒裡面呢 有三個小包裝 是120元 一小盒裡面呢 有三根 來吃吃看 它現場有三種口味 那我們就吃重點 就是吃香蕉就好了 它現場的話有 巧克力香蕉跟地瓜 地瓜聽說是他們新的口味 好香喔 這家是那個 來其身一定要買的伴手禮香蕉蛋捲喔 那詳細的資訊呢 會放在資訊欄裡面 這家先提工坊的香蕉蛋捲 難怪會好吃 因為它旁邊就有機器現做 馬上做起來熱熱的耶 好特別喔 難怪生意特別的好 這部位是 錫山伴手禮第一名 再來我們經過這裡呢 看見有一間 八十年老店的冰果市 那它上面寫著他們的 羊桃杏仁路好像很厲害 我們去喝喝看吧 哇 羊桃杏仁路買到了 我真的是一個很討厭吃杏仁的人 可是它的羊桃汁的味道 有把杏仁的味道整個壓下去 然後 這個菜葉的口感 讓整個 羊桃路的部分 整個變得非常的清爽 這個我覺得夏天非常適合吃 這個好吃 然後我們這邊看到有這個 很多 小時候 會出現的一些糖果 姐姐馬上被吸引 跟各位介紹一個 小時候我們很喜歡吃的東西 就是這個 我把東西開走 鹹酸滴 它裡面就是一坨一坨的 長得很像紅豆泥的東西 但是酸酸甜甜的 蠻好吃的 哇 姐姐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我們要去石拱丁仔咖 石拱丁仔咖是什麼啊 在旁邊這裡啊 哇 我們好像也沒辦法進去 旁邊的這個就是 石拱丁仔咖 它是個古蹟 日治時期就有了 留到現在 但是很明顯的 它現在呢 正在維修當中 我看到旁邊它的樹枝 也有點殘破殘破的感覺 好像會有倒塌的危機 目前正在整修當中 那有去過的朋友 也可以跟我分享 你們去過的感想或資訊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喔 這邊旗山老街美食 一日有呢 就介紹到這邊啊 那你有什麼漂亮的景點 好吃的美食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喔 你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請記得按讚訂閱之中分享 那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阿德帶你去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 你喜歡摩侯子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